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不晓得大家要知道这农村里的这种蔬菜吗? 老家里有一种菜放在锅里炒一炒,满锅都变红色 它就是腺菜 腺菜中富含蛋白质、脂肪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它所含的钙质比牛奶更能被人体吸收 更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 那么这种腺菜有什么功效呢? 对贫血症患者及老年血脉不足者来说 使用腺菜有大益处 绿色腺菜含有的铁质是菠菜的两倍 红色的线菜的铁质是菠菜的六倍之多 可见红色线菜是素食者最佳的补血食物 另外,线菜还具有清热解毒之功效 线菜轻粒湿热、清肝解毒、凉血善淤 对于湿热所致的刺白粒疾及肝火上炎所致的目测目痛 咽喉红肿等不利都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那么,线菜中富含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糖类和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增强体质 其所含的蛋白质比牛奶更能充分被人体吸收 所含的胡萝卜素是苹果类的两倍以上 可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 有利于强生健体、提高免疫能力 也有着长寿菜的育成 除此之外,线菜还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 线菜中的铁含量是菠菜的六倍之多 钙的含量是三倍之多 为鲜蔬菜中的嚼嚼者 更重要的是,线菜不含草酸 所含的钙、铁进入人体之后很容易被吸收利用 因此,线菜能促进小额的生长发育 对骨折的愈合具有一定的食疗价值哦 此外,线菜还可以防止肌肉净卵 能维持正常的心肌活动 促进凝血、增加血红蛋白 并提高造血等功能 但是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线菜也是有食疗禁忌的 线菜属于良性的蔬菜 故体质虚寒者或慢性腹泻者不易多吃 而线菜中的甲含量相当高 大量使用线菜会增加肾脏代谢负担 所以肾功能不好的人也要避免色量太多的线菜哦 最后小编还要提醒大家 蔬菜固然好,但是也不可以使用过量哦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了解了线菜的好处 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但是要食量哦 别忘了按赞以及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线菜的好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